好,我们现在回来看架构 《创世记》有一个好多长的书 这个圣经里面 其中一个最长的书 有五十章的圣经 我们说我们如何去剪刀 一个五十章,你如何把它分断 以至它的架构会明显出来给我们 其中一个最简单的 有些神学家会提出的架构就是一二三 即是三部分 哪三部分呢? 第一,世界的历史或者世界的创造 第二就是人类的历史 第三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我不知道你熟不熟《创世记》 如果你这样分析的时候 第一部分就是《创世记》一章 到第二章第三节 这个就是世界创造的历史 第二个是人类的历史 可以讲《阿当夏娃》 比较特别的 接着讲到人类被造在伊甸园里面 讲到人类堕落的历史 接着讲《阿当夏娃》的子女犯罪的历史 接着也有《阿当夏娃》 去到哪里呢? 去到《创世记》第十一章 结束的时候 那就是人类历史 为什么呢? 因为十二章就有一个新的人物出现了 那个人物是谁呢? 《阿当夏娃》 成为以色列国的历史 你明白吗? 所以有人就是用这个最简单的这样分的 不过这样分其实也不像帮到我们很多 我给另外一个分段 这个如果是叫历史分段 以下那个叫文学分段 但是这个文学分段 就真的挺复杂的 这个东西叫《吐勒刀》 我想之前有些人 如果你听我的《家里站》 我都有讲过 《吐勒刀》就是一个词汇 一个希伯文的词汇 而《创世记》第一章 一至三、二章、三章 这个开始的介绍 介绍之后 就出现了十一个《吐勒刀》 这十一个《吐勒刀》 就将以下的《创世记》 斩了十一件 当然其实只有十件 因为有个《吐勒刀》 应该是几节之内 就重复了出去 所以我们当它是十个 这个《吐勒刀》 会引起一些东西 翻译就挺难翻 譬如说 第一次《吐勒刀》出现 是在第二章、第四节 如果你看中文翻译 这就是天地创造的来历 天地创造的历史 第二个《吐勒刀》 除了第一个是说天地创造之外 后面全部都是人名 后面开始是什么呢 第五章、第一节 这是亚当后代的家铺 通常就是这样翻译 其实是《吐勒刀》 亚当的《吐勒刀》 这是挪亚的后代 即是家铺后代差不多 这是天地创造的后代 然后有 《罗亚的儿子》 《吐勒刀》 《吐勒刀》的后代 这是《吐勒刀》的后代 这是《吐勒刀》的后代 这是《他拉的后代》 他拉是哪个? 阿伯拉罕的父亲 这是《吐勒刀》的婢女 埃及人下夹 阿伯拉罕生儿子 以撒马里的后代 这是阿伯拉罕的儿子 以撒的后代 这是《以素》的后代 这是《雅各》的后代 这是《雅各》的后代 还有你会觉得很奇怪 有些人是《吐勒刀》的 譬如说 他说的是《吐勒刀》 《吐勒刀》的父亲 他说这是《他拉的后代》 但他没有说这是《阿伯拉罕》的后代 还有你会发现有没有《弱室》 有没有 最后果是《雅各》 当然《雅各》是《弱室》的儿子 那为什么《阿伯拉罕》也没有出现 《弱室》也没有出现 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去斩 那当然 第三个赛是最好的 就是我给你了 我想告诉你 我想介绍你用一个方法 将《创世纪》《斩三件》 在《创世纪》《斩三件》的中间 是《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是整本《创世纪》的 一个关键的人物 一个turning point 或者一个转捋点 这个turning point的前面 就讲到人世间的堕落 这个turning point的后面 就是讲究竖如何去成就 而中间最中心的故事 就是《阿伯拉罕》的呼召 应许和立药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创世纪》的一章字 就是地上的满足都必因你得福 through you and your family All the nations are going to find God's blessing 这个非常现代化的翻译 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 地上的满足都会因你而蒙福 这个就是整个《创世纪》中心 如果我现在将它很清晰地用一二三去分 就告诉你 《创世纪》第一章至十一章 是讲创造堕落原始的历史 第二 接着呢 由第十二章到三十六章 是讲《阿伯拉罕·以撒·雅各》 为什么要将这三个东西连起来呢 因为通常耶和华都叫自己 我是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到时他向魔戏显然 所以这三个东西是连起来的 第三 《药室·被迈埃·埃及再上》 成为埃及的再上 他被迈成为埃及的最上 我想你留意 这三个分段 其实是红灯、黄灯和绿灯 我稍后再给你解释 第一个为什么整个东西都是红灯 第一个东西是讲到创造之后 有一个很巨大的堕落 去到第十一章尾 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absolutely no hope 所以第一章至十一章 是讲到堕落 所以是红灯 去到第十二章 这个拯救 他的redemption 就开始开始开始 这是阿伯拉罕的呼召 上帝与阿伯拉罕立约 然后上帝开始大领阿伯拉罕 让他以撒 然后以撒去瓦角 OK 我不跟你说瓦角的古惑 不关事 不要想那些 去到约室 就是叫做 救赎的承传 因为约室最后 不单是做了埃及的宰相 因为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他救了很多人 没有了约室 那些人都死了 以色列人都饿死了 然后埃及人都饿死了 那你在说什么呢 原来在整本创世记里面 已经有一个迷你福音 迷你福音 迷你福音 迷你福音是什么呢 播落 接着 旧熟的开启 最后那个是什么 旧熟的承传 你看到吗 如果整本圣经 只創世记 没有其他东西 你都已经看到的影子在 堕落 旧熟的开启 和最后旧熟的承传 已经在那里了 OK 那我现在想跟你想想 第一个多一点 就是给你多一点 因为第一部分 其实创造堕落 是由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 如果你记得 其实在第三章 人已经堕落了 那为什么要拖到第十一章 都仍然堕落呢 很奇怪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 我不知道你 你可能现在才读圣经 我记得我小时候 读《创世记》 有一件事是很puzzle我的 就是罗亚 即是罗亚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搞不清罗亚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旧熟不是从罗亚 就是罗亚一出场那一刻 是很劲的 是吧 是二人来的 就是 人家觉得他瘋了一个 他在那里做个 做个 做个罗亚方舟 香港现在也有个罗亚方舟 是吧 那你觉得他很劲的 那为什么罗亚 不会成为了一个旧熟 开启的中心人 而最后还要拣押阿拉罕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小时候 以前读 已经觉得 他认识 罗亚是好人还是坏人 罗亚和旧熟 有没有关系的呢 原来 是没有关系的 罗亚是属于堕落那一部分 为什么呢 没有办法跟你很仔细地说 简单来说 就是 声音学者说 当你很仔细去研究 这个用E3蓝楼砌出来的 JEDP 摩登摩 细摩蓝 砌出来的这些东西 原来是很精致的一个文学作品 他将 罗亚那个故事 那个方舟的故事 和伊甸园里面堕落的故事平衡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罗亚一开始 他要有一个 有一个 罗亚叫什么 Flood 什么水 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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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水 是 罗亚的红水 你记得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呢 就是 地是什么混沌 然后上帝的灵在什么 水上 然后就把水和地分开 然后有陆地等等 你记不记得 罗亚的洪水其实是 undue了creation 就是把它还原 所以罗亚的故事是一个还原 一个reset 那reset回去什么呢 reset回去所有的东西 都是 水 然后有一只甲子 看你怎么读的甲子 那只甲子 那只甲子都好像 新药就是圣灵 对吧 然后呢 水开始 越来越低了 然后就有陆地浮现了 其实整个故事好像是 创造重新再来过的 OK 那接着呢 接着呢 接着呢 你有空可以回去仔细去看看 接着呢 他们在伊甸园里面 罗亚又种了一个葡萄园 接着呢 里面 这不是我想的 我意思是学者 真的做了很多功夫 接着呢 女人去拿那个禁果 罗亚就 吃了葡萄 就喝醉了酒 接着喝醉了之后呢 也是跟赤身露体有些关系的 赤身露体了嘛 接着呢 他的儿子又发现他赤身露体 正如 在伊甸园里面 男女看 你又赤身露体 我又赤身露体 就是 很多很多平衡 但是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在罗亚故事里面 是不需要那只蛇的 因为罪已经进入了世界 所以罗亚 你不要问我 究竟他是不是和他的儿子有染啊 那些啊 就是这个没有人答到的 你明白吗 是不是他 他的儿子搞他啊 还是怎么样啊 有什么事啊 就是无端端进入去了 那为什么又说他犯罪 又要curse他的儿子 重要的是说 这两个故事呢 在文学上面 是全力的平衡 告诉你 罗亚是第二个reset 接着reset里面 都是没得救的 于是呢 拯救呢 要由第二道来 好 好 罗亚犯罪了之后 下面的主要故事就叫巴别塔 我想和大家看少少巴别塔 因为我们没有机会看 《创世记》第十一章第三节 他们彼此商量雪来 让我们来造砖 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 又拿白油当泥漿 你不要理他做什么 这里说那些人做什么 做砖 圣经除了这里 还有没有那些人喜欢做砖 你明白吗 埃及 埃及 你明白吗 这本文章写给谁 你想想 摩西写给埃及的人 做砖是否好事 不是 所以这个故事 其实已经是映射 埃及的后果 埃及的下场是什么 做砖不是好事 这里就是他们做砖 他们说来 让我们建造一座城或一座塔 塔顶通天 我们要为自己立明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面上 你不要理他究竟在想什么 他想做一个塔去通天 为什么要去通天 可以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 有没有第二个国家 有没有其他人 谁住在天上 神 他想通天来做什么 丢啊神 你明白吗 就是去神的家 逢他 然后将他驱逐 搞定上帝 这个有少少 就是整个 伊甸园的叛逆 开始 他想去上帝的家 去什么 砖他 很有趣的 人的叛逆 想去上帝那里砖他 但是你看看 接下来的那句 耶和话是如何 降临 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余塔 这个故事其实非常comical 很幽默 很搞笑 他们做了一个高耸入云的塔 我不知道有多少层楼 没有香港那些这么高 但是他尽了最大努力 要高耸入云 去上帝的家 结果上帝 哇 喂 为什么那么低 那东西 看远镜都看不到 不如我们降下去看看吧 这样 你明白吗 其实 告诉你 你和上帝是没得链的 完全是没得链的 上帝不会让你任何东西威胁到的 这个呢 其实已经在映射中 初一级忌 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 回去看看初一级忌 上帝 和法老是没得链的 就是 no contest 根本就是 法老是 不可能赢得上帝 上帝在那里玩他 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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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搓他 就是要他拖牆的战争 让他死得更可憐 有点 我不是说 上帝是 玩 不是说法老很想悔改 而上帝不让他悔改 你不要误会我 法老是不明白的 而是上帝告诉他 根本你和我是没得链的 这里说的很幽默 上帝要降临 因为要去看看 因为他这么软 这么叮咛的塔 我怎么能看到他 于是要下去 当然上帝一早就已经看到了 但这次选择 上帝其实可以 不是辩乱他的语言 可以将他链在他 可以放火烧他们 可以再次下水 但是上帝没有用这个东西 而是上帝将他们分散 为什么 保存他们 以至将来有个拯救可以施行 当然如果你熟新药 已经知道 巴别塔的reversal 那个反转 其实就是圣灵降临 在新药里面 当他们的语言 他们其实是分散了语言 然后突然间有这个方言 那方言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可以突然间 懂得说潮州话 所以我们最近 就是今个星期 都有个姐妹 台湾问我 关于方言 因为她说的同事 经常都说方言 她说潮州话 那当然不是说潮州话 现在的方言不是那种 不是说 没读过英文 突然会说英文 那些才是非常方言 是吧 圣经里面 在说reversal of battle 上帝的拯救力度 OK 所以你有个感觉 创造堕落 诺亚的故事是reset的堕落 接着阿伯拉罕 以撒阿伯 这个是拯救的启动 OK 但是去到药室被卖埃及宰相的时候 已经是那个拯救成全了 OK 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很强很强很深的影子 是什么 耶稣基的影子 OK 当然整个故事来说 你一看 你已经看到整个故事 是有福音的影子在 但是其实耶稣基的影子 在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都有的 都有的 OK